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搞賭牌的要花多少錢 我又沒說不玩 你那份, 我先幫你電 所有四條話事人和姐姐都上來開會 會否懷疑我們幫裡面有警察惡怡 爹 爹… 這就是那天帶給高濱那個人的號碼 就是O記勝故的那個女主 這位警察跟你說過什麼? 她說懷疑殺死老蔣先生那個 是神爺 警方懷疑我們每個人都很正常 但是你這位警察還可以跟你說這種話? 你這位警察還打算什麼? 離間雞, 一個電話 弄得你猜我, 我猜你 大家懷疑大家還差點想到一個自己人 這條白頭, 你真是不做 現在是故事 我可說高濱之槍是漏的 配上警察做場戴龍鳳 老公, 哪有這麼多離間雞 如果他只槍是真的, 那就… 阿楓 你不相信我吧, 狐騷子 我現在鬥毀了你發怨 你冷靜點 冷靜點, 冷靜點 你先不要 龍鳳, 撞到你瘋了, 你不用理他 你聽我說, 我霸道你很瘋子 我沒理會我請署官不會坐這麼晚 我怎麼會不相信你 我有一道署官身份保證 如果有人不相信你, 我加了時候 你信不信他 信… 你們呢 信 擔心嫁我的矛盾 信 讓你停 信, 真誠點 信 信 你窮吧 信, 不好意思, 我誤會了你 這就行了 你知情 大家剛才全部都說信他了吧 今天事件以後別再提了 這件事你選出來的 你收拾後面, 扔進去 老婆 你不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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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不跟劇本做 你不是劇本寫明劇筆對白 我是動作的 你來… 你打我別再打我 我打我甚麼人 你先打我甚麼人 你冷靜點吧 剛才那場戲, 我無論由愛到愛 或者由愛到愛… 我真的由內痛到愛, 無愛痛到愛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無論由情緒帶動動作 或者動作帶動情緒 我打你的一項都能幫到一場戲 而且很順利的情緒去打你的一項 所以我也很感謝你 無論是一個這麼無靈魂的驅惑也好 都能給我這麼多戲, 謝謝 我是一個無靈魂的驅惑? 你剛才在飾演一個驅惑 為什麼你打人了這麼多戲?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襲警? 你是不是要抓你回警署? 是呀, 襲警不要… 是呀 是呀, 不過這麼說 剛才否則他吐了一項 可能我的情緒也未必能夠達到這麼高峰 如果我達不到的話 達不到那群混蛋, 這樣就失陣了 好嗎? 不是這麼厲害嗎? 對不起, 女士 我不會要你白白授這件事 但是我會還一個線索給你 就是神爺 他其實跟蔣家三父子的死 一定是好怪的 何以見得呢? 就是剛才高峰爆神爺在幕後黑手的時候 他的反應相當顧慣 殺死老掌生的人, 是神爺 大聲聲說神爺跟命案有關的那一刻 他表面上好像很淡定 但實際上 他手上架著那隻暖水壺的杯子 突然間握緊了一下 透用任何一套戲劇理論也好 都叫我們多觀察身邊人的小動作 幫助揣摩角色的心態 而神爺這個小動作就靜靜出來了 我知道你不太明白小朋友在說什麼 不過我也不是說很方便解釋給你聽 鄧忠库來說, 由選錯官到現在 他把這麼多端端出來 又的確是過了很多關 我覺得在情理上, 可以想擺得及 果然很誇張 但是, 套容長細龍給一句對白 做兄弟是講個訊息 夠了, 一定夠了 雖然現在暫時沒有什麼實質證據 是撿對神爺 但既然你們這麼說 我就把調查目標 暫時放在他身上 看看能否查到什麼 你好, 早安, 早安, 各位 向你們介紹吧 他叫Kitty, 是我的助手 我故意在以前的公司 叫他回來幫我忙 各位多指教 小龍還沒回來嗎? 張先生今天有些事做 不得來開會 我們開始吧 導演, 你和莊小姐… 既然如此 盡量小龍有空再開這個會 莊小姐… 上次你已經打開了一個會議 如果你這次再打開的話 廣告拍不及了 這就是你們的事 總之我跟小龍說得很清楚 他不在, 我不會開會 我不知道我三哥跟你說過什麼 我只知道合約清楚的社名 如果你不合作的話 你拿來廣告延期 我是有權向你張套責任 你要賠錢 好的, 如果你三哥要告我的話 多多錢我也願意賠 不好意思, 蔣小姐 故事有些事 我想和同事先走一趟 青曹姐, 出來等我 莊小姐, 麻煩你搞清楚 你和我三哥在工作上的關係 他是我們公司的老闆 你是他聘請回來的 你和他只是僱員和僱主的關係 我想你真的不太清楚 你三哥曾經為了救我 連命都不要 他這麼緊張我 你覺得我們有什麼關係? 是, 我想是你不清楚我三哥吧 我三哥那份是這樣的 心底好, 每個人都幫 差點忘了跟你說 我三哥跟三姐妹說過 他當你是普通朋友而已 那你除了是我偶像之外 你還是我的好朋友 是不是?我們除了共同的戲劇理念之外 我的好朋友如果沒命 我怎麼可以不救他, 對嗎? 你別想說這種話就會激烈我 總之今天小孩不在 我就不開會 Angel姐, 你來找三哥嗎? 我和他普通朋友而已, 我去幹什麼? Angel… 嫂子 你叫我什麼話? 嫂子 我還不是很差勁的 有些事想問你 你三哥是否曾經在你們面前說過 他只當是普通朋友? 我不敢說謊 他真的好像有這麼說過 不過三哥這份人是死要面子 他的嘴巴是說普通朋友 我心肯定不是這麼想的 真的嗎? 我也不會說謊 不如我們坐下慢慢聊吧, 嫂子 走吧… 蔣千惠 你和三哥一樣, 見我三妹就行了 三妹? 你也沒有見嫂子了, 叫我Angel 不知道Angel, 你介意跟我做訪問嗎? 大家自己人, 有什麼就要問吧 不介意我錄音嗎? 隨便吧 關於你演戲的訪問, 外面也有很多 我想問問你的感情生活 不如說說你和三哥的事吧 你為什麼會喜歡一個社團的人? 你喜歡說什麼都可以的 之後如果你覺得有些事不想登出來 我可以幫你記住她嗎? 你也可以說什麼 你喜歡說什麼都可以的 之後如果你覺得有些事不想登出來 我可以幫你記住她的 你也可以說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 Tommy的 Elevens 他不是特帮他袖子, 你 stronger 他不如是唸責又嘴你了 令我犯說不要失誤 我相信劉仲智 Rabb 我就同一位 我未你看到就消失了 我们会困難中 Special 他需要 partners, 有个人 今晚才可以跟經理人介意 知道不用拍攝那片嗎? 你放心, 我一定不會讓你拍攝 詩詩在我最無助的時候 他就突然出現在我面前 然後替我解決所有事情 他跟以前追求的男生很不同 他從來不會要求我做任何事 慢慢我就越來越依賴他 越來越想見到他 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戲劇中的女主角 我這麼愛過男主角 那你和三哥是不是… 現在不是, 不過我相信很快就是 到時你才叫我嫂子, 還沒遲 找到我 我剛才就一直想你會不會來 現在你來了, 這樣就是了 證明你還記得我幫你做過 你到底想怎樣? 沒有, 之前我幫過你 是時候你幫我 我們做生意的, 好事故 每件事都用金錢來行李 收了給你 當我還給你 當日你幫我做過的事 你怎麼做? 我相信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你是O記的寶貝女兒 最近不停地來煩我 我希望你叫停她 逛街, 別亂衝, 亂撞 她的命那麼英圖, 拼不住 沒有, 況且你死定咬著我 繼續這樣查下去的話 對你也沒好處 我想你也知道應該怎麼做 三年之後 我要維廣大全職的演化 有我們三團賺藏 有我們四年光顧你, 不用三年 明天就好 對了, 走一點 走一點, 動一點 我怎麼打到這位置? 我打到這位置, 打到這位置 不用了, 好, 進 大家好, 大家 加油 俊先生, 想跟你說一下 待會兒的拍攝流程 不用了, 我們知道規矩了 總之在現場, 導演最大 我們不會再你做事 後面看就行了, 好嗎? 好, 全世界準備好了 三、二、一, 開始 掌線四聯, 一擊即中 停 不用了 對, 只要一模, 我覺得這個鏡頭 沒有什麼能力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不應該擺定 還是我們是否可以做一個手機 多一些動感的感覺, 對吧? 還有, 或者可能跟演員有關 如果演員… 細掌先生 我是不是有什麼做得不夠好嗎? 我告訴你 對, 我覺得你剛才那拳打出去的時候 就是動作做了 但沒有那種一擊即中的感覺 你明白嗎? 可能你心裡要多加一點那種… 再狠一點? 對, 狠一點 其實問題最大都是男主角 你這麼大, 我請你回來 你一點氣勢都沒有 你試試在我眼中給我多點氣勢 打完之後那種痛苦, 再一次好嗎? 對…我們再聊一個, 是不是嗎? 導演, 你可以開始 好, 我們再來 三、二、一, 開始 掌事四聯, 一經即做 導演, 停 停 怎麼樣?行不行? 我告訴你 你剛才那種癢就表達出來了 但戲不是一個人做的 所以問題都在男主角身上 我剛才叫你表達那種痛楚和恐懼 你就只表達了痛楚和太早流露了 還是換人 換人?換人真的拍不到 你知道拍多一天多少錢嗎? 是呀, 蔣先生 你臨時臨急說要換人 我很難找一個人給你的 不用找的, 我就行了 一陣情緒一到, 就把你借 然後看左邊, 喊著它, 好嗎? 首先是你真的嗎? 那是你真的, 要不然我上來幹什麼 三、二、一, 開始 好, 現在還三位顧榮章 好, 是他把你弄成今天這樣 你一拳就敗, 你就可以翻身了 不要捏住他 不要捏住他 你捏住他情緒, 還捏住他 掌聲寫了 掌聲寫聯, 逆擊即中 她姐… 你… 別收我 你們走 不, 自己… 你捏住他… 你捏住他… 捏住他… 我先說明 剛才你叫我出盡力打過去的 不怪我 我嫌你不夠大力 導演買個賞賞可以嗎 可以啊 導演很喜歡 你看 有時候要拍一個漂亮賞賞 是要付出很多東西才行的 你知道嗎 Robert De Niro那時拍攝抗馬的角色 增了六十磅 值不值呢 值得值 之後他拿了Oscar的最佳男主角 所以有時候拍好的戲 你是有犧牲精神的 我知道 我也會有犧牲精神的 我記得之前 我為了演一個 只有六十磅的驗食症病人 我沒有東西 只吃一個蘋果 吃了一個月 差點死 很好 但是還沒夠 我試過為一個角色 我困在自己的山洞裡 我沒有量重 沒有藏份 在那裡吃 在那裡餓足足一個月 為了演好你以往的角色 你又吃又餓 吃完了 不過你放心 我沒有吃過我 很噁心 你好 我現在正在拍廣告 我不是想脫掉你 但是怎麼會呢 好…我立即過來 但是… 是誰 我約了朋友去醫院探望他 我現在先走了 好…你待會繼續跑 加油 三哥 你去哪兒 我約了紫山去醫院探望他 但是導演想補你幾個大頭 稍後回來補 遲了的了 好…走 那個紫山是甚麼人 他們很熟 我只知道 紫山撞車之後 拿三哥發散毛走去打人 你的命也不要 不知道今天是甚麼關係 你去哪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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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得大家露兩點 肉髮相見 老闆,你想玩甚麼 三個小子 打大赤兩有甚麼好玩 不過有個問題想問你 五多,三個而已 路長生生前 是否跟神爺有牙齒人 不知道 神爺之前是否找過 一批男馬裔的人幫他做事 不知道 你跟了神爺這麼久 他擔心的事,你應該知道 你是龍嗎 神爺,我又不知道 你懷疑神爺找藍馬裔 想想想張先生 拜託你來得到高峰 神爺是四年波開山叔父 他跟張先生是兩兄弟 你不要亂查,想有感情 你兩隻吊香鬼想怎樣 你想知道答案是文神的 夠了 你是不是傻的 或者坐下來就傻了 你怎麼回事 剛才我問了你三個問題 你一條也沒回答我 我再找你三十分鐘,很合理 你不是被雞的神爺 你知道他只相信兒女 不想其他人 逼死我,我也不知道 開門… 還沒回答 你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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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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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 大小姐, 我真的甚麼都不知道 滴我都沒用 裘哥, 你跟了神爺這麼多年 你跟了甚麼回來? 我叫高斌問你三條問題 你沒有一條答得到 知道為甚麼嗎? 神爺當你是狗 他不跟狗說秘律 來, 先穿上衣服吧 你不知道, 我們蔣家不會要你說的 現在不說不要緊 遲些查到答案, 才跟我們說 你們想我做蔣家善眼? 你有兩條路可以選 第一, 回到神爺身邊做的狗 但我會放風出去 你今天見過高斌, 收了我們蔣家錢 第二, 還是回到神爺身邊 但幫我查我要知道的事 生路還是死路, 自己選 電話是你拿的 神爺找來了 對呀, 看來你應該知道自己怎麼跟你說 實爺, 剛摔完骨 現在換衣服, 稍後回來忠生輩 知道 謝謝你, 求哥 猛了 是不是真的把公仔印在手臂上 就嚇到那些人? 做主事人要壓到牆, 氣勢很重要 你看你平時, 音聲細氣 我不走近, 我聽不到你說的 對呀, 你對著大傢伙經常托眼鏡 你叫他們怎麼聽你說的? 氣勢除了造型之外 語氣也很重要 你試試跟我掛錢 聯興成我最大, 我說什麼是什麼 就到你了 有的, 老少爺, 沒關係, 沒關係 你這樣, 其實真的兇不了這招 對面的病人也兇不了 來, 羅伯蒂雷露正興飾演過越戰軍人 的士士忌和江湖大陸 他真心相信他自己是一個角色 然後加上他有幻想 他相信, 他說一句話 下面什麼人都聽他說的 好, 你嘗試用你的相信和幻想 你相信自己是一個江湖大家姐 你說一句話, 你的手下 是生是死就操控在你手上 好嗎? 放鬆自己 幻想、相信 三、二、一行動都要趕緊 聯興成我最大, 我說什麼就什麼 這個好很多, 你看 全都病人有反應 看, 我們現在嘗試第二句 喪鐘是吃屎的 這句比較容易, 喪鐘嘛 不說這句也不行 演員是要尊重劇本的 劇本寫什麼你就說什麼 這些是演員的道德來的 來, 演吧 喪鐘, 你吃… 吃…吃…吃什麼? 蘇小姐, 你時間檢查了 好, 那我先回去檢查 好… 我今晚自己練就行了 練多點, 在家裡練的時候 誇張一點, 讓情緒放出來 不要緊的人, 好嗎? 好… 行了… 再見 再見 李明麗,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說過不是拍完了嗎? 乾杯 好… 不過喝完今天的酒 我就要跟這酒說再見 這個世界真是… 很可惜 好好的, 為什麼要戒酒? 我見過Dr. Chan 他來我做了一個體驗 他和阿光有些陰影光效素 非常不美 他提議我去瑞士做一個全檢查 可不可以放在手上的工作 把爸爸去瑞士 當然可以, 但是爸爸你明知道自己的歌不好 為什麼你今天還要喝酒? 我明天回去 就跟KT說請家陪你去瑞士道做身體檢查 讓你真的沒事了 我們才買更漂亮、更貴的酒來喝 好嗎? 好…來吧… 聽著 Dr. Chan看爸爸那麼多年 要有重要 一定會告訴爸爸, 是嗎? 沒事 等等 好… Dr. Chan的女兒, Zoe 半小時之前才更新了社交平台 他們明明一家人一個月前離開歐洲 現在還在西班牙 為什麼一個星期前幫你做身體檢查 為什麼你要撒謊騙我? 好 我老實跟你說 我見過KT, 他提過你的行動 但是他沒有心裡這麼說 他說有很多變數 我怕你有危險, 聽爸爸說 你答應我 你不會參加你自己的行動 好嗎? 是KT的意思還是你的意思? 哪個意思都好 好, 總之我告訴你 我和KT談過 只要你肯放棄這個行動 他可以調你去警隊任何一個部門 有商量 爸爸, 你從來都不會干涉我工作 如果你真的不想我做警察 不想我做一些危險的事 你當初就沒有答應到有PPRB調去O記 我的行動有兩個臥底 你叫我怎麼扔下他們, 不管跑掉 做人有目標是好的 但做人做事千萬不要自事過過 好, 這個是罪忌 好, 你可以處理這個案子 我不阻礙你 但你現在不行的, 你還沒足夠 你知不知道你參加這個行動 我花多少錢? 我用多少人事?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是要抓我休息 我不阻礙你, 我也不會綁你 我一毫子都會過你的生活 好, 那就由今天開始 我們兩父女連一毫子都計清楚 我剛才喝了一口坑 這裡三千元, 不用找了 你好, 顧小姐 我們回家有很多新貨 我自己看就行了 好 賣單 不好意思, 顧小姐 把卡有問題, 過不了數 你等我再錄, 錄到得為止 好 不好意思, 顧小姐 那張卡可能真的壞了 你會不會有另一張卡? 不是了, 爸爸真的剪掉我的卡 轉體一則澳門新聞 澳門霍彩監察部副部長歐家驊 涉嫌利用發牌機制收受賄款 今次被司警帶回警署協助調查 我跟澳門警方那邊溝通過 他們說有份賄賂歐家驊來拿賭牌 不止澳門黑幫, 連香港的社團也有份 聽說是喪忠和幾個話事人 你舅舅也有份 不是吧? 但我從來沒聽過舅舅 想投一個澳門賭牌來做 難道你上次拿公司的錢 就是來搞這個賭牌? 不是了, 趁我姐姐還沒知道 先打給我的舅舅 別打, 你現在就當什麼都不知道 怎麼行?公司忘記一筆帳 我遲了還是要跟姐姐交代 如果這件事只是牽涉你們的蔣家 我不會阻止你 但現在你舅舅是和喪忠 還有幾個話事人一起去投這個賭牌 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你要置身事外, 站在一個最安全的位置 就是當什麼都沒聽過 千玉, 我最擔心的是你 其實就算你不說 你打家姐很快都會知道這件事 你等她和你三哥去處理這件事 我知道怎麼辦 那就怪了 你先回公司 有什麼消息, 馬上通知 好 好 再見 KT, 我看了澳門的新聞 我知道頭倒牌這件事 是喪忠有心拉女家槍下水 我有信心, 四聯邦很快會內空 不是吧? 我們這件事糟糕也沒法做? 你以為我是想的? 你也有看新聞的 收了我們的錢 幫我們搞賭牌的官被抓了 那你的錢當是跌了也好, 輸了也好 別再提了 昌哥, 這次我們收回身材 至少姓勾那個, 沒辦法我們糟糕 那件事是蔣家的錢 現在牌也沒有錢也沒有 也不知道你跟小龍的大妹交代 錢是蔣家的, 你是蔣家的人 別說報警抓你, 暗記他就沒事了 是, 看來他們也不敢 怎麼對這個後苦 那倒是 沒錯, 雷家槍 你跟蔣家的錢就完成了 你跟我的錢也要清 之前你說不夠錢, 叫我幫你碰完 現在牌子搞不定了 你是否要隨便清我錢呢? 五千多萬 耍時間, 在哪裡找多錢給你? 那是怎樣? 牌子沒了, 我們也很傷的 我的錢是真金白銀借給你的 難道你想賴賬嗎? 你回來跟外生女兒拿吧 幾千萬, 還有錢拿不起來嗎? 不是呀, 桑忠 夾錢至現在, 只有你說而已 不是呀, 我們四個人加上這麼大筆錢 就算虧了, 最低限度一條數目看看 賬簿、收據, 這些什麼都有了吧 這樣, 你拿出來給我看過 是真的, 我就還錢給你 你什麼意思? 說我冤枉你嗎? 我們哪一行, 每次都有單有巨 我現在就什麼都沒有, 你還不還? 你真是橫說而已 你說五億那些要給你嗎? 你幹什麼? 放手 放手?別動了, 中忠 桑忠, 你是不想耍他嗎? 桑忠, 阿昌哥不是不相信你 用不著這麼生氣嗎? 阿昌哥, 你也是的 你不用再還錢 大家做生意就相信嘛 桑忠又不是騙你 你懶得是你不對的 一帳簿也沒有, 單也沒有 我怎麼知道這個數目是否正確 你不還, 只要一隻手指一千萬 只要打五隻手指就算了 你想先手指弄還是先手指尾, 你選吧 別選了, 手指尾 滾滾滾滾滾滾, 滾滾滾滾 明天我看見錢, 看見手指 你們三個都還沒走嗎? 阿昌哥, 太適合了 什麼事?舅舅 我今天跟飛虎哥喝茶 七娘, 原來那批貨被海關扣住了 畢竟他跟你爸爸都是在世交 以前那裡很幫助我們 那些老人家, 你明白嗎? 他不好意思跟我們說的 不如這樣吧 不用裝了, 舅舅 究竟是飛虎叔叔想借錢 還是你想拿公司的錢來填數? 大妹, 你說什麼?二妹 你在大妹面前說什麼? 二妹什麼都沒說過 阿昌哥, 但是你和喪忠幾個 說是有人投賭牌嘛 全世界都知道 穿公司櫃桶底去搞私幫生意 你知道很嚴重嗎? 哪有這麼嚴重? 舅舅大頭他沒有跟我們說而已 那你做賭牌這些是正行的, 是嗎? 他想幫公司開一條水而已 就是了, 明正言順跟你說一定不肯 不過我以為有些成績才告訴你 那你現在做了什麼成績呢? 我知道你們拿了全部錢 可以賄賂的副部長去拿賭牌 那賭牌呢? 做生意有賺有虧的 我怎麼知道?我也是受害者 細龍, 你說了 有沒有賺硬的生意? 這樣也沒有 做生意的倒茶灌水 就是後門很正常 虧錢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不要傷到一家人和氣 是, 是吧, 二妹? 那筆數又不是很大 公司也可以先電出來的 我真是被你氣死了 總之你呢? 芬奇替我還錢給公司 大妹, 等等…還有 又怎麼樣? 其實我還有一件事想和你們商量 保牌這件事還有一點首尾 不知道公司會不會拿出一點錢 替我把首尾弄好 可不可以電出來五千萬? 五千萬是首尾? 你還說? 你怎麼虧這麼多錢? 五千萬首尾? 頭賭牌時, 喪中替我電了五千萬 明天不能玩 他把手指斬了, 斬了十八樓 你沒錢, 我有什麼人借錢? 五千萬不是小數目 我怎麼跟你電? 這筆數我不會揹, 我也沒本事 你自己去找喪中聽 他要斬他斬, 斬他斬, 與我無關 大妹…這件事不是開玩笑 我剛才上去找他的時候 他幾乎斬了我的手指, 當是遺色 我現在, 舅舅你不用騷 大妹不會不理你, 是不是?大妹 二妹, 你管帳的 公司能不能拿到五千萬出來周轉住? 你知道自從爸爸死後 公司的一半生意已經停了 就算把所有流動資金都拿出來 也不夠了 那我可以看看 可不可以把其他生意調出來? 不用想, 我說過不借就是不借 你是不是這樣對你自己的舅舅? 你記不記得誰帶你們三個東西? 靠你爸爸嗎? 你爸爸那時候只顧著社田的東西 豈不是你們三個膝蓋? 是我而已, 我帶大你們 我帶你們去公園玩而已 現在為少許錢, 替我畫清界線 我心探了 真可憐, 難怪你到現在都沒有老婆 原來小時候帶著他們三個 哪有女人敢埋你身呢? 姐姐, 就算舅舅怎麼錯也好 我們一起想辦法, 安排他吧 別客氣 不要求, 借人情, 借道理 你又被人砍死了 我寧願上天花, 跳下來挑死他 讓你們知道, 蔣家沒有人情 沒有親情 教父 別說他真的要 姐姐… 大妹, 他真的可能跳 走出去 姐姐, 一起… 舅舅 舅舅 先回來了 有什麼事馬上說? 舅舅, 你下來再說 還有什麼好說? 舅舅, 還是自己壞, 順錯喪蹤 你說被他砍死 我曾經跳樓死了一個好過 你回來吧, 不用管我了 舅舅, 你給我回來才說危險 大妹, 你當是借錢給三哥 也好, 什麼也好 你拿著那五千萬出來替他還債 是呀, 姐姐, 幫我一口 就算求求什麼不對也好 哄了來才說 大舅舅, 我真的沒有錢 最多我答應你 如果喪蹤他真的敢動你的話 就算我們蔣家沒錢沒人 我都幫你出頭, 這樣行不行? 你這隻瘋狗動手才出頭? 有用嗎? 到時候我一份高財沒眼睛看了 舅舅, 我真的沒錢 我只能答應你這麼多事 你自己想, 跳不跳? 哪有兒生女兒這樣跟舅舅說話 想不到你還拿過喪裝 三哥, 姨妹, 以後你自己負責自己 舅舅看不到你嫁的 舅舅, 一家人不用弄得那麼僵 你聽我說, 先下來 我可以創官這五千萬, 我揹嗎? 舅舅, 你別嘴唬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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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唬 你先下來 小心 三哥, 五千萬, 你一天內怎麼照顧? 肯定, 我身邊很多有錢朋友 問他們借一點點來周轉 他們不會把我的手搶 我不信四聯幫坐館這五個字 不值五千萬 你記得嗎?你第一次就問我三百萬 到第二次, 你說一千三百萬 到這次, 你說五千萬 沒有, 跟行動不關的事 拜託你不要再問我 你…你先冷靜點…聽我說, 好嗎? 對, 人有廉恥 我怎麼會這麼厚臉皮 又問你借五千萬, 真瘋狂吧? 對, 但這次是跟行動有關 我才說你煩你 對, 如果這次沒有這五千萬 我們掌家和喪忠就會打大招 你趕快趁現在銀行尾關門的時候 你去叫你爸爸轉這筆錢給你, 好嗎? 我也想, 但問題是我跟我老爸翻臉了 他說明以後一毫子也不再給我了 那父女哪會有隔壁的仇 你為了這次家 當你讓你放低一點自己的自尊 跟你爸爸說對不起就行了 這次是禮真的 你知道嗎?我的信用卡被他剪掉了 就算我賣光了我的手上的股票和車 我也籌不到五千萬那麼多 那沒辦法了 那你就唯有找你上頭申請善人費五千萬 這樣做就簡直是合情合理合法 你知道嗎?KD他開始在質疑我的能力 我開口問他的話, 他一定不死 到時候還紛紛去找到位置進入我 終止這個行動 那怎麼辦? 現在難道我們看著這場江湖大風暴 快發生也不管了 我也想知道可以怎樣 一定有方法 你經常說江湖市也有江湖規矩解決 我一定可以想到一個方法 又不用健血 又不用拿五千萬出來 都可以解決問題 你也幫忙想想 原唱好 借助我 完全是怪脾气 加上绝部演技